22號才開放多國商務人士入台 防疫措施陸續鬆綁 沒想到24號台灣疫情又出現變化 日記女學生反日確診 也讓普篩爭議再度浮上檯面 林口長跟副院長邱鎮詢 認為疫情趨緩 台灣檢驗量能足夠 入境者必須全部篩檢 松艙內科醫師蘇一峰 也認為國內可以做掃行普篩 目前可能更適合的做法 是對一些特定族群做一個篩檢 譬如像日本這次的做法 就是他入境的民眾 不管他是不是國民 只要他出到外國去 可能的疫區回來就會被篩檢 其實這個台灣或許可以考慮學習 第二個可能篩檢的是抽血的抗體 看看你有沒有被感染過 而這陽性比例就能推測到 大概有多少人是無症狀的感染者 專家們提出建議 但指揮官陳時中 在24號的記者會上 不擴大篩檢的態度 依舊堅定 這目前是沒有了 不過第一個我們要看看 說這140個人 我們相關的採檢的情況 到底怎麼樣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決定 跟討論 女學生凡日確診案 讓台灣社區該不該 進行騷新普篩 再度受到重視 不少專家都認為 現在台灣每日不到百例的 篩檢防疫策略 實在太保守 要避免無症狀感染者 在社區傳染風險 勢必須要擴大篩檢 釐清國內感染情形 堵住防疫破口 這張榮鳳這台報導